你曾擁有最美的愛情 你聽過最美的旋律 觸摸過一個容孤獨的恐懼 也看到過最美的風景 蝴蝶蝶蝶奔想你 你也不能一個人離去 我們在一起說過 無論如何一起經歷了風雨 輕平淡淡 安安靜靜的去 可惡滲到城 要留在海邊 這是什麼? 在一起,他的風紀 張森 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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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丝团来了是不是 W 我做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 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 你听过最美的相遇 收获过一个人孤独的空间 也看到我最美的风景 欢迎进来的小伙伴们 对这款的鞋跟缺跟不是特别细的那款 这款是德国FB 大腿靴 小伙伴们是不是都上线了 这款是订制的 是主播自己定制的乳签买的 欢迎进来的小伙伴们 大家点点关注 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 大家点点关注 这款大腿靴是德国FB的 这款是主播私人定制 是算是 欢迎进来的小伙伴们 你看这款鞋行为特别的好 今天搭配的是一个长款的皮裤 因为你没有觉得昨天那个皮裤 它是稍微有点有点那个宽 然后盖住了一点点那个靴筒的边 欢迎进来小伙伴们 带点点关注 还是1969号是吗 因为不同的这个靴 有不同的一个造型和感觉 包括它的颜色 还有它的具体 看一下侧面这个鞋型是非常好的 是不是觉得白色也很好看 是不是挺好看的 看来还是有很多朋友喜欢的 然后这款的设计你看 它这是拉链正好做了一个黑色 加深了这个一个线条感 你觉得心是因为主播这个保护的好呀 因为白色的是特别容易脏的 你看这个鞋底 你看没有是很脏的 这个要经常的这个保养擦拭 是因为白色的容易那个容易坏容易脏 这块是主播5000买的啊 是德国FB 是私人定制的啊 都是按照主播这个尺寸来定制的 欢迎进来的小伙伴们 大家点点关注 有啊 这块有根啊 12厘米啊 看到没有 根是12厘米啊 嗯 嗯 我成白脸胶主了 因为白色跟黑色基本上 白色黑色红色都是主播比较喜欢的 12厘米其实说实大的并不高 嗯 如果你穿那个10.9厘米的话 并不觉得它很高 欢迎进来小伙伴们 给大家点点关注 细根的呀 细根呢 是昨天还是之前的直播里有啊 有播过啊 你可以看到啊 这里有一个那个logo啊 这个是那个FB 嗯 这里 你们的屏幕可以放大吗 可以放大吗 对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怪你过分美丽 欢迎进来的小伙伴们 给大家点点关注 嗯 你是不是看那个抖音了 他的那个穿皮裤的 没有啊 那个马靴就放这儿给大家展示一看的啊 对啊 那个马靴就是放这儿给大家展示一看的啊 对啊 如果这个靴头再高点的话 真的是裤子直接省了 不用穿裤子的 还行 因为主播现在还开始空调 因为本来我还是要在外面忙工作的 然后说晚点还有雷震雨 还是要大暴雨 然后我就赶紧先回来了 我想赶紧回来给大家煎个面吧 欢迎进来小伙伴们大家点点关注 我的头上又有个东西 因为这款白色造型非常好看 我之前好像也穿过一双白色的吧 我记得是那个寄袋子的 你们还有印象吗 你们记不记得 我觉得黑色跟白色应该是不同的风格呀 之前穿过红色的呀 因为主播那个靴子大部分是黑色的多一点 偏黑色的多一点 然后有白色 白色还有那个红色 目前还没有尝试其他颜色的 我之前看过有那种就这种长腿靴嘛 有紫色的 因为我还觉得是黑色白色红色比较经典 因为我还觉得是黑色白色红色比较经典 是德国FB 是五千买的 不同的颜色搭配就是有不同的感觉了 这边能看到吗 这边能看到吗 这边有个我看有个光 好 往后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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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没有弄过啊 你知不知道我说的那个 就是女生嘛 要贴面膜 做手膜 做脚膜 啊 会更像护士吗 谢谢小爱心 哎 今天你们都跟上节奏了啊 我还以为你们那个都忙着呢 哎呦 看一个 看一个 看一个喜喜 我记得 台湖都是要 我 我一个人 我没有任何的喜爱 你和其他女生不一样的就是 你从来都摸我中的喜爱 反正 我经常都摸你 你 你够不中摸我 你 想得多一切 改变邀请 又像老师了 戴上眼镜 戴上一副黑墨镜的 配上一个二胡 没有啊 地上没有短靴啊 对今天搭配就是这款黑皮裤 配啊 白靴子 一切的相遇 主播这个啊 平台 直播平台是售卖斜靴的啊 然后大部分是可以走一些欧洲定制的啊 欧洲款的一些 穿的 主播穿的是皮裤呀 刚才不给你们看了吗 没有看吗 热呀 怎么不热 可是为了达到刚好的效果呀 给你们看 啊 整体这样子的 因为这款的靴筒是70厘米啊 也是相当高的 昨天直播那双也是啊 嗯 嗯 这款血统也是70厘米啊 特别高 嗯 所以今天就没有穿那种短的皮裤 穿短的皮裤 我怕又把这个盖住了 影响这个 线条跟美感啊 所以今天穿的一双是长款的皮裤啊 穿在里面了 看到没有今天大部分的效果是这样子的 你看这里是那个FB的logo啊 FB啊 德国FB 这个是那个logo 能看到吧 欢迎进来小伙伴们 大家点点关注 好这上面有提示 谁谁谁在谁的直播间送了佳年华 对后面放的这双马靴是响底的 很浪漫不太眼不开眼不开眼不开眼 为什么好的事都更多没有缘 有好几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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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天鞋盖手 看傻楼固顺眼 没兴趣 没感觉 就好加全世界 首先 主播这款马靴是不卖的 绝版的 因为这款马帅的形特别好 要求主播换鞋的至少是一个火箭 欢迎进来小伙伴们 大家点点关注 看你一说这话起来走两步 觉得走着走着就卖拐了 我觉得像这种特别酷的靴子 特别适合走秀 如果以后参加一些活动 或者一些秀的话 是非常好看的 对因为是白色 黑色还有红色都挺好看 对这样能看到这个里面 这款里面 你看这黑色的拉链 我觉得靴子最漂亮 就是看它的侧面 它的侧面是最完美的 侧面是最好看的 因为主要是斜靴 它主要是看一个这个造型 因为主播个人是不太喜欢那种 就是带水苔的高跟鞋还是靴子 我觉得那个如果带点水苔的话 就失去它的美感了 你说夏天穿 穿这个长却不怕起什么 飞飞子 像这款吧 倒没有那个鞋尖 没有那么尖 看明白了 肺子 是想问担心主播这个舞的话吗 对吧 确实挺热的 主播穿的确实挺热的 但是只要好看就好了 Mhm 是 runner 他有家快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白色嘛如果你保护好的话怎么看都像是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伴们大家点点关注 这款穿了也有几年的时间了 也有两三年的时间 但是这双吧 主播保护的比较好 因为它是白色的 我不说了吗 穿白色的要特别的小心 你说薰筒70厘米高的 很多呀 我也没有数过 有多少双 就是很多 个人喜欢啊 就像你问一个人为什么爱吃辣 那他就是喜欢吃辣呀 一个长期喜欢吃辣的人 你让他不吃辣 你看行不行 这双这个德国FB靴子 是主播那个 Crentin制造部签买的 只要腿够长的人 70厘米的应该没有问题 正常的身高版 如果微胖一点的就是没法穿 基本上穿短一点的 是过膝盖一点点的那个就行 欢迎进来小伙伴们带点点关注 换不换马靴是看心情啊 是用火箭换换马靴 诶 主播昨天那个穿的也是一个70厘米的一个高筒啊 昨天你来了吗 欢迎进来小伙伴们打点点关注 对你看 未来长年是昨天来了 昨天主播穿的是黑色的Z26 怎么会把后边的穿造线看成是什么 亲密上合图 你是来搞笑的吗 欢迎进来小伙伴们带点点关注 主播每天这个直播的时间不太确定哦 怎么着 今天又觉得像空姐了 什么事 昨天不是说也有点像空姐吗 我发现只要我一穿白色的 你们就会觉得像空姐 如果我穿黑色的 你们会觉得像个什么呢 像个特工 欢迎进来小伙伴们 大家点点关注 听说昨天为了那个等雨啊 那个航班啊 都取消了很多 所以我现在还在等 因为我今天那个早回来 就是因为人家说一会儿还有暴雨 记不住要下雨吧 大家还是老是在家待着 都要注意安全 截图可以 你不要截糊就行了 欢迎进来小伙伴们带点关注 主播喝一口水 没有啊 所以你们要珍惜每一次的这个直播的时间啊 然后都要上线 不然错过了就错过了 欢迎进来小伙伴们带点点关注 主播这个平台是售卖鞋靴的啊 因为也可以私人盯制一些那个欧洲版的长靴 主播 主播说卖的东西都是基本上国内没有的啊 这款侧面没看到吗 这款是FB的logo在这里 然后这款是一个黑色的拉链 做了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线条 其实它这款设计啊完全可以把这个拉链设计成白色的 让它成为一体啊 但是肯定是没有这样的设计好看了 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侧面 对因为主播特别喜欢这种偏欧系的啊 因为这个设计啊 还有这个鞋型版型特别好啊 主要是国内的 入不了主播的法眼 那你们呢 你们是不是也是一样觉得 因为我觉得如果了解时尚的话 肯定是有一个独特的眼光 你看一下 我看到很多就是路上穿的一些那个女孩穿的那些靴子啊 就是一个是膝盖一下的 膝盖一下就算了 有的还是那种圆头的那种靴子 你们见过吗 我觉得好丑好丑啊 还不如穿球鞋了 就是设计的那个造型一点美感都没有 那个有一款那种膝盖以下的一块那种方头的 方头的设计也不错 欢迎进来小伙伴们 带点点关注 主播有很多控啊 靴子控 还有玻璃杯控 喜欢买各种各样的玻璃杯和茶杯 就是喝茶的啊 欢迎进来小伙伴们 带点点关注 哎 留黄叔上线了 他关注什么这话问呢 我怎么回答你 关注主播呗 欢迎进来小伙伴们带点点关注 这个谁啊 留黄叔 傻了一下吗 刘黄叔你昨天没有来吗 昨天你错过什么 昨天主播那个给大家展示的是1969的Z26 欢迎进来小伙伴们 欢迎进来小伙伴们 是不是有人是睡了一觉起来看直播的 谢谢刘黄叔的爱心棒棒 那是棒棒糖吗 要求主播换靴子的是至少一个火箭 当然热了 你看吧 这个还漆皮跟那个不是漆皮还看不出来吗 只有不反光 只要不反光就不是漆皮 明天穿什么 看主播的心情 因为每天的搭配吧 你说随意其实也不是随意的啊 因为我是完全是照顾大家啊 尽量是变换每天一个新的样式给大家展示 所以主播真的是每一次直播的时候是用心良俗对你们的 谢谢你的鲜花 欢迎进来小伙伴们带点点关注 然后今天那个售卖的是主播的这一双这一双疗鞋啊 也是类似叫什么叫罗马吧 这种这种鞋面啊 是售卖这一双 这一双很便宜 这一双是那个特价120 120包有 放在这里啊 对主播这个品牌就是售卖鞋靴的啊 全新的刚刚二手的都有 诶谁给我戴了一个眼睛 是不是有人给我刚才给我戴了一个眼睛啊 这双那个聊写主播穿了很多年的这双啊 欢迎进来的小伙伴们带点点关注 对主播这个平台是有的是品牌的 有的不是品牌的啊 二手的跟全新的都有啊 有需要的话那个私信主播 诶又来一副眼镜 诶戴上这眼镜还挺酷的 没有今天再陪伴大家一会儿啊 主播就下线了 诶这个眼睛为什么老是会刚才歪一个 今天这个眼睛为什么会掉一个 诶就是这一副眼睛吗 没有其他眼睛 就是黑色的 所以硫黄充体是不是睡了一觉起来的呀 给了我一大月亮晚安 今天能看到月亮吗 我觉得今天应该是被这个乌云都遮住月亮了 欢迎进来小伙伴们带点点关注 我们下一次有你在身边 才是最后的画面 但转过身 依然和我信念 原来我们的几夜 却放开彼此走远 而我却羡慕一生的成真 还没下呢 柳黄叔我还以为你睡觉了呢 今天主播也播到这里了 我们看看明天再见 什么站起来 行再给你们站起来去看最后一样 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效果 这一款是德国FB的 是主播私人定制的 看一下全身 对主播中间搭了一个黑色的皮裤 对然后今天主播售卖的是地上的这一双 那个聊起啊 120包邮有 有需要的老规矩 联系主播就可以了 整个视窗给你们看了吗 对不对 最后再看一眼啊 嗯 有需要的联系主播啊 好啦 感谢大家这个一个小时的陪伴 嗯 就是热啊 所以说主播现在想休息了啊 到时候我们明天再见 嗯 晚安 家人们 嗯